尊敬的方丈和尚 行公 长老 尊敬的各位法师 各位大德 大家好 今天是我们老和尚 期期满期之日 我们记得老和尚在讲经的时候也曾经说 他迁进张家大师三年 张家大师火化之后 他在大师的火化的地方搭了一个茅棚 在那边守了三天 那么他就思考这三年里面学了哪些 那么现在老和尚元级 我们也是思考 我们当初为什么会来跟随老和尚学习 那就想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就是感受到老和尚的心量 心量很大 那么这个是我们非常非常敬佩 所以老和尚的心量就是把一切众生放在心里 把世界和平放在心里 那么老和尚的心量它不只是有这样子的一个大愿 它还真干真正去做 所以我们从处处都可以体现到老和尚的心量广大 像他的印经的基金会 是不管哪个宗派的典籍 他都全心全力的来印 印得非常的精致 哪怕是南传的大藏经藏传的经典 那老和尚的心量也体现在对佛教各个宗派 老和尚希望把汉传佛教十个宗都弘扬起来 当他有机会建立这个隆喜国际佛教大学的时候 他希望把三大语系的佛法全部都弘扬起来 这个汉语系 藏语系 巴黎语系 就是全世界的佛法 那么老和尚都希望把它弘扬起来 老和尚团结世界各大宗教 对各大宗教都一视同仁 老和尚说当他读圣经的时候 他是最虔诚的基督教徒 当他读可兰经的时候 他是最虔诚的伊斯兰教徒 就是老和尚的这个信量 让他包容世界各大宗教 也都跟这些宗教和平相处 在新加坡我们看得很清楚 把九大宗教团结起来 那么这些宗教的长老 还有信众对他都很怀念 在澳洲图文巴也是图文巴的宗教团结 所以我们看到图文巴他纪念老和尚的这个影片 我们也都是非常的感动 那么老和尚为了世界和平 九十几岁还在全世界奔波 记得有一年那是老和尚已经九十还是九十一 这一年当中去过英国两次 去法国三次 去澳洲一次 还到东南亚 马来西亚 新加坡 所以老和尚这种广大的信量 而且他就是按照自己的这个愿望去落实 只要他有机缘 他都是把他的这个大愿 努力朝着这个方向在实现 那我们也看到老和尚的弟子们 都是老实听话真干 老和尚说什么 他们就努力去做 所以能够成就今天老和尚非常了不起的这个基业 乃至老和尚援机之后 我们也看到老和尚的弟子们的种种的表现 让我们都是非常的感动 非常希望我们作为老和尚的弟子也好 学生也好 我们能够把老和尚的这些大愿呢 都能够继续的落实 承传下去 那在照顾老和尚的期间呢 还有一项令我们更加敬佩的 就是老和尚他讲经的时候所讲的 他都做到了 我们在听经的时候 有时候听到会觉得 这个做得到嘛 但是没想到老和尚都做到了 老和尚就是病重的时候所受的苦 连医生都觉得 这个让年轻人来受都受不了 那么老和尚他为了众生 他都能够来受 而且我们在身边看到老和尚 一点点烦恼都没有起 哪怕受这么重大的苦 我们看不到有一点点烦恼生起来 所以这个是让我们更加的敬佩 老和尚的这个德行 他的修行 那么就是不但讲经讲得非常好 而且自身真正来落实 真正做到 所以我们跟随老和尚学习 希望我们也都能够学习老和尚的精神 我们要拓宽心量 把众生放在心上 然后我们要努力 我们学老和尚说到 我们就努力去做到 那么今天仅以这一点点心得供养大家 谢谢